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这样的方法 练拳击干嘛 但是拳击不但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方式 而且会颠覆一些我们的传统武术的一些观念 这样吧 这些话题我也不太懂 还好 今天我们嘉宾他就是练这个的 有请今天我们的嘉宾 北京全能力全机健身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小斌 周小斌 全能力全机健身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他年轻有为敢闯敢拼 为人真诚坦荡 在行业内外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基于对健身行业独到的眼光 和自身对全机运动的热爱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和调研 2016年创立全能力全机健身有限公司 未来5到10年 立志在全国开设100家分店 并逐渐引入现代养生与健身相结合 助力中央政府健康中国的占预部署 你好 周总 你好 周老师 周总是80后吧 对 80 练拳机练了多少年呢 练拳机从15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几年时间 几年时间 现在自己的水平有什么样的判定吗 我们的水平应该属于那种非职业的 还到不了非常职业的那种 其实实际我们就是不是纯的拳机那种 是拳机健身 就是融合了拳机的这种步伐 包括它的体能 然后和健身的一些要求融合在一起 就是拳机健身 它并不是说纯粹的去练拳机 去打架 不是这样的 不是为了练了就在比赛的是吧 对 是为了健身 先不说健身房的项目了 外头你相信很多人参加各种跑团 马拉松 体系足球 高尔夫 网球都可以 很多人打踢健子 跳绳也都能健身 很多人如果说条件好的 经常去游泳也可以 是吧 所以说你两三年的练拳机之后 你发现给自己带来什么变化了 首先我以前大概的重量 应该是在160斤左右 然后拳机它在很短的时间内 消耗你的脂肪是非常快的 因为拳机它是靠步伐来移动身体 所以包括还有出拳 它有很多的这些提高你的心肺 心肺功能的包括减脂的一些动作 经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15年开始大概到16年的时候 身体的整个素质涨上来 然后尤其是记忆力 反应能力和表达能力 略比以前会好一些 恢复好一些 你指的反应能力不但是身体的 还是说还有思维的 意识形态思维的是吧 思维的 因为练拳机除了第一个我要打人之外 如果真实健身 能够我们带来哪些好处 比如说咱们先不说思维反应 就是说我能怎么锻炼 能把自己的四肢 把我的体质能够练到什么 能带来什么好处吧 刚才我讲了就是 我的体重从160斤 到现在的140多斤 减肥是很好 首先它能够降脂 它在练的过程中 我们会有一套 针对每一个人的身体 做一个训练计划 刚才我讲了就是 我们是拳击健身 而不是单纯的拳击 让你去练职业比赛 您刚才提到的说是 怎么样让身体更有好处 首先塑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减脂 然后就是减压 还有减压 对 因为在大都市 发泄一下 发泄一下 大都市生活的人 我们减压并不是说 让你去真人的去对抗 没有 我们有打手把 或者说手把过程中 去做一些 加一些其他的动作 在里面 那么到这里来 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它可能会 第一个降低 它在工作中的一些 不愉快 也可能会在我们这里 全部都会有一些 但是我曾经跟一个学员 沟通过 包括我自己 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练完一节课的 拳击健身以后 整个等你冲完凉 出了工作室以后 你就感觉眼睛都亮了 所有的不愉快都没有了 你是不愉快进去的 但是你一定是愉快地出来 因为来练拳击 很多人目的不一样 对吧 有些纯健身 那没意思 有些全身闻了身 进来老子昨天被打了 我要学一套技巧 我灭了谁 我练三个月 我要打赢谁 所以说想问你们 在收人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的门槛标准 什么人是不适合练的 有 我们遇到过来 类似踢管的人 但是我们的教练 把他打下去了 类似像这样的人 我们是不收的 因为他不是正确的态度 他不是以健身的这种态度来去练的 而是以 就像您刚才讲的 就是想来学一门招式 出去跟别人对打的 这种人我们是不接受的 都练什么 效率有多高 一个小时 我们刚才我跟你讲的 就是每一个新的会员 尽到全能力 首先我们会给他体测 就是做一个整个身体的体测 看他的身体 比如说他哪里需要减 比如说脂肪多了 然后心率不好 然后心肺功能不好 那么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 我们就要去练他的心肺功能 比如说跑步 或者一些打手把 或者一些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动作 比如说他肌肉不好 比如说他这个腿肌 或者说手部的肌肉 背部肌肉都不太好 那么我们会练一些 比如说腐尔撑 一些细节 比如说类似这样 这些东西 是根据人的身体 不一样的变化 会给他做一个 不一样的运动计划 据你所了解 根据你们一家 这个拳馆训练来说 这个拳击先不先在中国 他受欢迎程度怎么样呢 据我了解 目前像我们这种形式的 健身类的 拳击健身类的 欢迎程度还是大概 我们从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很新的 拳能力 也是一个很新的企业 我不知道你们的 收客方式 经营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一对一 一对一 也是一对一的 但是我们的环境 会比其他的健身的一些 比如说健身房 我们属于工作室型的 没有健身房那么大 我们一个店 大概也就在300多平米 300多平米 400平米左右 容纳多少人 大概同时的话 应该在20个人 最多的就加教练 也就20个人左右 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环境 首先我会给大家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 比如说像 我会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有新风系统 我们用的是纯的进口的新风 未来要开多少家呢 我们想的是在五年之内 应该在北京不至50家左右 我觉得这条路可走下去 也祝福您的全馆越搬越多 好吧 让更多人在里头受益 好 谢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